你們聽說過一家叫做 Unreal 的中國公司嗎? 這個就是它們的最新產品 它的包裝盒上只有一個單詞 Air 打開來看 Unreal Air 是一副 Gentle Monster 模樣的墨鏡 你戴這個東西坐在路邊 沒有人會注意到你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但是此時此刻你面前四米遠的地方 有一台只屬於你自己 只有你能夠看到 只有你能夠聽到的 130 吋劇屏電視 在汽車、高鐵、在三萬英尺高空的機艙裡 它可以隨時為你在一塊劇目上面 呈現你手機裡面的影像內容 甚至是遊戲辦公閱讀等等各種各樣的功能 Unreal Air 這個貌不驚人的產品 是我到現在為止為二願意 甚至說為二能夠帶在包裡的 AR 設備 為什麼說是為二而不是唯一 另外一個產品又是什麼 以及 Unreal Air 為什麼成為了我 日常攜帶不可缺少的數碼設備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平凡開箱 其實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AirPods Pro 是我們擁有的第一個 AR 產品 只不過它是一個沒有顯示功能的 AR 產品 因為大概通過耳機裡自帶的陀螺儀加速劑和芯片 來計算你頭部的姿態 在現實世界之上創建一套 並不存在的環繞立體聲音響 也就是有頭部追蹤功能的空間音頻 而 Unreal Air 它也在用陀螺儀加速劑和芯片 來計算你頭部的姿態 在現實世界之上創建一個不存在的 環繞在你周圍的巨大的屏幕 AR 的全稱是 Augmented Reality 增強現實 從 Apple 發布會的動態邀請函 IKEA PLACE 這樣的手機應用 到戰鬥機上面能夠鎖定目標的 HOD 抬頭顯示 它們都是 AR 我們最近聽到了一個新的縮寫叫 MR Mixed Reality 混合現實 傳說中的 Apple Glass 就可能是一個 MR 設備 而 Unreal Air 是一個你現在就能買得到 現在就能買得起的 MR 眼鏡 而所謂 MR 就是它同時具備了 AR 和 VR 的能力 在普通狀態下你透過眼鏡 可以看到浮現在眼前的菜單 而如果你使用包裝裡面自帶的一個遮擋片 扣在眼鏡上面 你就進入了一個像電影院那樣 幾乎全黑的視覺環境 這樣你就逃離了真實的世界 進入了另外一個空間 這個就是所謂的 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 這裡是我收到的所有的東西 一支漂亮的眼鏡盒 一副只有79克的墨鏡 如果你和我一樣近視加散光 你可以定制一副鏡片夾在中間 那麼這是眼鏡腿上的一對揚聲器 這是連接移動設備和眼鏡的數據線 這裡是 iPhone 專用的轉換器 它內置電池可以續航三個小時 你打開 Unreal Air 連上手機 打開 Unreal 自己的 App 你就可以在空中來操作這個 AR 介面 你可以放大窗口縮小窗口 拉近拉遠移動窗口 這一切學習起來幾乎沒有任何的難度 而你的兩支眼鏡可以同時看到 1920x1080的高清畫面 而投射出這個畫面的顯示技術 叫 Micro OLED 首先這是一種自發光技術 所以說它的黑位接近於零 甚至它的黑點基本就是一個透明的東西 雖然經過了一個冷靜的反射 但是它的細節看起來仍然非常的清晰 色彩非常的艷麗 Nreal Air有兩個工作模式 分別是空中投屏和 AR 模式 空中投屏就是讓它作為一個外置的顯示器 你可以用你的安卓手機 Switch Mac iPad 直接連接 或者用 iPhone 通過這個轉換器 連上你的墨鏡 然後你就擁有了一個隨身攜帶的 130 吋的鏡屏 這個鏡屏會跟著你的視線移動 你可以站著看坐著看 在椭圓機上面看 甚至完全躺平了看 而 AR 模式裡它有各種各樣的應用 你可以看電影 你可以看電視劇 可以看小說 可以打氣球 甚至你可以選擇全球42條路線 在裡面像騎單車一樣走來走去 對於我這種平均每天要踩45分鐘 無聊的椭圓機的人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劇屏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殺時間的幫手 那麼在過去的一個月我才知道 Nreal 其實是一家中國公司 那對我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聰明的產品 在中國被設計 被研發 被製造出來 是一件讓人非常開心的事情 說它聰明是因為 它把很多的東西給甩到了眼鏡本體之外 而這個眼鏡最終變成了一個非常輕便 真正可用的 AR 產品 它的功耗只有1.5瓦可以通過移動設備 或者 iPhone 的轉接器進行外部供電 它的眼鏡裡面沒有電池 所以非常非常的輕 它不需要單獨的手柄 而是把 3D 輸入交給了手機裡的陀螺液和加速劑來完成 它甚至砍掉了多餘的算力 交給手機裡進行處理和渲染 再回傳給眼鏡 而整體的延時控制在了10毫秒 它砍掉了很多不必要的需求 把重點放在了虛擬劇目這個很多人關注的功能點上面 那麼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裡面 我用了很多 AR 和 VR 的設備 它們包括眼鏡 支架 頭顯 但是要麼它們不使用 要麼太笨重 要麼需要很強大的外掛算力才能夠跑得起來 但是這樣一個小小的 Unreal Air 讓我想到了 對於你我這樣普通的消費者而言 或許 AR 和 VR 終有一天 在你我的生活裡面將會佔據一席之地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平凡開箱 我們下一期節目 再見